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 艺术还是破坏公务 日前有网友在脸书 我是男庄人 发出几张路边墙面涂鸦照 直批作画者别再刷存在感 但多数网友反而大赞 画作美化环境 原来创作者是台湾首位钢杀艺术家黄胜仁 日前到男庄一游 欣喜来潮流下四幅画作 男庄乡公所清洁队表示 目前未接获民众典史 但会到现场了解 若有造成污染或破坏结构部分 人会要求复原并求偿 65岁的黄胜仁市民退休邮柴 19岁时开始学创作校像画作 曾开设画室 但一年后因生意不佳 因而转到邮局工作 但对于绘画热情始终不简 常在工作险佳之于创作邮画 但退休后有感于传统的肖像画需求已被照片取代 因而苦思心的创作方式 有次他在修缮房屋围墙时 以钢刷刷洗墙面清台时 发现可借此创造明暗差别 徒来灵感透过此方法作画 一画就上影 黄胜仁表示 日前到南庄游玩 发现周末有许多游客来来 往往一时兴起就在南庄桥和提停车场等处以钢刷绘画出老鹰 马 佛像等钢刷画作 他说每幅创作大在划上半小时 利用钢刷用力刷洗墙面 透过黑白明暗的反差绘制各种创作 目前在全台各地已经留下三四百张画作 当地居民也画作赋予斑驳墙面生命力 只夸高手在民间 家住高雄凤山的黄胜仁也曾在屏东工业区内的一家 链条工厂墙壁上画出栩栩如生的佛像 吸引许多人围观拍照 但却遭工厂老板要求恢复原状 许多人也大呼可惜 目前他免费教授钢刷艺术 收了三名学徒 希望未来能在更多地方留下美丽印记 南庄乡公所清洁队队长黄鸿翔表示 目前并未接获民众检举 但人会主动到场了解 若该创作有涉及污染或毁损结构等 会写请相关单位向创作人要求还原或赔偿 翻译 拿回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